略微 欢迎来到赵旅读史 读历史的朋友都知道 绿朝绿代建国之后 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 皇帝是会杀功臣的 很多朝代 不管这个功臣建立了多么旷世的伟业 可是这个功臣都迎不来一个很好的结果 作为外人 我们经常为功臣惋惜 打天下多艰难啊 好不容易把天下打下来了 结果还是遭受到了君主的猜忌 没有一个好结果 早知这样 当时又为何要加入到这个创业团队呢 甚至朱元璋当年杀功臣的时候 他的孙子都跟他讲 不要这么残忍了 这个当年功臣帮你打下了天下 朱元璋就回答 我如果不帮你把这些人剪除掉了 凭你这个无资无虑的人 你能当好一个皇帝吗 你能驾驭得了这些权臣吗 所以说呀 皇帝为什么要杀功臣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要把权力收回来 就是要让权力不要外放给功臣 只不过有的皇帝处理的好 有的皇帝处理的不那么完美 而且显示出了太多残忍的心 历史上对待功臣最好也最有名的 恐怕就是赵匡印的杯酒式兵权了 大家喝喝酒 回去想想服 兵权交回来也就得了 可是大家知道吗 其实除了赵匡印之外 还有一个人对待功臣 也有巧妙的方法 谁呢 唐太宗李世民 咱们知道 李世民是经过玄武门之变上来的 李世民也说 我能够当上皇帝 要依赖一文一武两个人 文靠长孙无忌 武靠御持尽德 御持尽德确实给他立了 不适之功 后来其实带兵去逼李渊退位的 那也是御持尽德 所以御持尽德也觉得自己功高盖世 不是我 李世民能当皇帝吗 因此平日里也是非常的飞扬跋扈 大家可以想想后世的年耕摇 也就是因为鞠躬自傲 被雍正直接咔嚓了 可是李世民心地比较善良 没想去咔嚓御持尽德 有一次宫旅举行宴会 重要大臣都来了 也得按这个官职大小拍拍座 这个御持尽德排在人称王吕道宗的后面 吕道宗本人那算是李渊的唐侦 算是李世民的唐兄弟 人家是知名的将领 而且也是王爷 按这个品位排在这个御持尽德的前面是很正常的 可是御持尽德不行啊 说我功高盖世 怎么能排在你后面 两个人就起了争执 甚至御持尽德就把吕道宗的眼睛都快打瞎了 按说犯下这种罪责 要个别的皇帝 恐怕救手就给他治个重罪了 李世民怎么着 李世民跟御持尽德说 明天早上你到上书房来 我要跟你谈话 到了上书房之后 李世民就跟御持尽德讲啊 我没当皇帝的时候 看看史记 看看汉书 看看这个怀音侯列传 我就想 怀音侯韩信呢 那是真叫功高盖世 凭一人之力 帮助刘邦打下了天下 结果下场非常凄惨 我就特别替他抱不平 可是当了皇帝之后 我才感觉到 我这个位子啊 太难当了 如果都像韩信那样 出兵之前 就要求封城齐王 不给我封王 我就不出兵 那我这个位子 还怎么坐得稳呢 所以我最担心的 就是功臣啊 鞠躬自傲 所以这个史记也好 这个汉书也好 你也拿回去看一看 听了李世民的话呀 御持尽德还算是个明白人 那真是恍然大悟啊 李世民的意思也很简单 你如果继续飞扬跋扈下去 韩信不就是你的下场吗 从此之后 御持尽德收远了自己的锋芒 也终于能有一个善终 所以说呀 赵匡应可以杯酒士兵权 而李世民也可以史书劝功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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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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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